好啦,又來到這個遊戲介紹的時間啦 我是金野LUIGI 好啦,這次Part2 好,那就馬上說重點啦 遊戲介紹不是重點 我們...不是我們 接下來呢,星期六 這個12月的幾號呢 29號 29號有這個比賽 帶來走的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參與一下 那詳細資料呢 在Facebook群組 或者WhatsApp群組可以查詢到的 我會貼上連結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就講完了 重點已經講完了 那上次就講到常規戰 和命運的 上次不斷讀錯 那我呢 今次就... 團隊戰 這個是... 需要... 找齊... 5對5或者3對3的團隊戰 一個一個是用戰的 即是猜王帝那樣的款 那就是需要3個... 總共6個人 或者10個人才可以開始 雖...雖然可以一個人打完這麼多人 嗯... 當然要對面認同啦 好啦,今次要介紹的是 一個淘汰賽 對啦 好啦... 淘汰賽 最多可以32個人去... 呃... 取...取這個淘汰賽 對啦 對啦 嗯... 那今次因為想快點 圓的關係 就... 參加者8個 CPU就7個 那... 其中一個是我 那它有4個方式給你選的 那就選回最基本這個先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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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選快點 最好選... 那...只可以... 打3場 好啦 那...我... 又可以這個... 有這個... 規矩可以慢慢讓你設 對啦 那我先設一設 好啦... 那我就已經設好了 今次我會選Mario的 嗯... 等一下... 按鈕 對啦 那... 還有... 7位... 這個CPU 是Level 9的CPU 好強力的CPU 好啦... 那可以刷新規矩編輯這個Title 雖然不需要啦 好... 第一場是打Yuxi 那開始 開波啦 其實幾型的 它做得... 它這個System真的做得不錯 對啦... 那開始啦 第一場就立刻到我先啦 對... 有兩個Mario 是... 對啦 今次是大亂鬥 真的亂鬥啦 上次只是介紹了單... One on one 今次就真的大亂鬥啦 開始 三個人開始叫我大亂鬥 呃... 今次呢... 有道具的 那... 就... 教了兩... 兩條命的 所有人都 那就要... 我去... 使用你的攻擊 對方嗎 D et 對啦... 那暫時我的procent 他弄歪了那場!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我之前已經被人殺死了1條命 暫時性我和Samus互相沒有了一機 按鈕時就最高% 我就快點殺死他 鈕時別走 他在旁邊很危險 我不是偶像醉 為了打贏大亂鬥 如果你只想為了勝利而去戰鬥 你的最佳選擇就是不去戰鬥 不停逃避,在旁邊去偶 就是最佳的選擇 不過人們會比試你之餘 隨時遺偶你 而你會覺得不好玩 好了,Nest就回來了 我一個前A沒用 空前A 給他回來了 等等,鈕時太過分了 別回來,鈕時 結兵 等一下,鈕時還要兩條命 鈕時還是兩條命 鈕時還是兩條命 那是Samus 在這時出了個smashboard 這是真的嗎? 真是smashboard 好啦,被我拿了 這個時在右邊那邊 就Samus爆了個假的smashboard 所以我開了一招大鏡 但是他們還沒有擊敗 還沒有擊敗 啊,鈕時 放開我 放開所有 好了,在這時我召喚了這個 附助CPU出來 不是這魔物啊,死了 我終於 好了,那我就沒有事情可以做了 要等他們去戰鬥 在這時我看不到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為何死了 他中了什麼 不知道 好啦,那就 基本上0%對10% 還是剛剛開始 好啦,鈕時用這個 火花去做一個刑擊 那 對了,鈕時的up air 2%雖然20% 但是現在就 鈕時就吃了 吃到變40% 現在兩邊都40% 好啦,那場地又轉變了 他們會移一移位 好,一個jap 弱攻擊 好喜歡用這個火花 咦,鈕時走去左邊 會不會引導他呢 還是會自殺呢 咦,一個下A 好,一個下A 繼續下A 然後拿到把槍 開槍 好,一個up smash 是失敗了 之後被人 打了這個硬直狀態 用一個side smash 第一場是nesting 來 算了,輸了 不行了 反正都介紹到一發 那大家可以用這個 葡萄賽的模式去 慢慢去玩一下 和其他朋友 好了,那這次呢 已經跳過了 那皮卡超贏了 那決賽就 決賽就算了 看完先 看完決賽先 好了,今次做觀眾 要等我去防術 等我去防術 場地是這個gamewatch 好,那首先 皮卡超拿了一個領先的damage 這個場可以直接推人出去 噢,一個perfect shield出來了 咦,這個位置在旁邊很危險 還有背後的敵人都可以作出某些攻擊 對著我們玩家作出某些攻擊 那也可以 我們擊敗背景 對著 好了,那看來 暫時情況有點逆轉 Nex想去撿把槍 帶給皮卡超的遠攻 阻止 噢,在那時 皮卡超召喚了這個 輔助CPU出來 這個炸彈人 咦,又有一個輔助CPU的 道具出來了 這次是 咦,在那時 炸彈人成功擊敗了Nex 好了,那又再召喚多次這個 輔助的角色 這次這隻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 叫Wung Wung Wung 好似叫Wung Wung 好了,皮卡超很大優利 咦,看到有這個大師球出來了 但是Nex用穩定去擊 他走了 皮卡超之後才開大師球 之後在那時 開了一招小的大技 流星群 成功擊敗皮卡超一機 他召喚了大師球出來的精靈 是沒什麼用的 好,那這個 moment Nex召喚了巨炎螃蟲出來 還有 他自己的combo 那就令皮卡超很大 已經吃了60% 不過皮卡超不撿輸 在那時 反擊 在那裡 再撿到招大技 使用流星群 啟發了十字炸彈 的爆炸 之後呢 皮卡超很努力地被開 打算 不過就 避不完 最後 就被Nex拿到這個公軍 那這次 公軍就是Nex 這隻皮卡超是女生 她的身形 那淘汰賽 這個就說完了 對 對 這次公軍就是Nex 下一場比賽就結束了 那結束吧 在那 moment出現了挑戰者 看看可不可以順便介紹挑戰者的快刷方法 這次應該是給多了 不知道是怎樣 那 就馬上 可以送出 送出 去 擊敗她 就好 啦 是 死了 自己立法 給自己 好了 那我介紹不到這個快刷 因為我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 就算在 大家在 挑戰者 那裡 打輸了也不要緊 在這裏右下角 會有到 有對門出來 這裏有對門出來 可以重新 去挑戰回你 打輸了那些 挑戰者 對 好啦 那我下一個 會介紹的是 特殊 這個亂鬥 特殊亂鬥 可以變大變小 古靈精怪的去戰鬥 好啦 那我去 入一合去 這個 對了 有規矩給你 好了 這次又特殊 那就 應該沒所謂 裝備 就沒有 狀態 就 重量就輕 速度就快 鏡頭就沒有 我就這樣試一下 對了 那就隨便兩分半鐘 兩分半鐘 對了 選戰場 看會怎樣的樣子 好 試用馬雷 哦 好大隻 好快 動作 那他們的聲音都已經 是被人 是被這個 遊戲 改過來 好快 這也是一個娛樂的 很快的動作 一個娛樂的方法來的 好像 好像下了這個 呃 兩倍速那樣 很好快 我都很正 好正 我第一次玩 其實 好好哭哭 動作很快哭出 哦 真的 輔助 輔助 回家超 一下 屁層 好 到要 輔助 追 普洩很細 焦 雷 用字 我看了一下,不要找我 我找到比卡超, 進去 What? 原來是我的call OK 在這時刻, 比卡超成功擊敗了我 彈跳來很恐怖 很險, 這麼快就飛得到 很棒 這就是娛樂性的一種玩法 召喚這個, 不行的, 無敵星 去啦 不斷用倒雷 一條龍一隻鹿, 我變成金化 不, 這個應該是我的X屋的效果 我剩下大概30秒的時間 這個沒有人做了, 但又失去了 傑兵, 不要啊 好, 馬上解存 好快 好, 好輕鬆啊 3, 2, 1 時間到 好, 這個 moment 成功除了勝利 娛樂性很高 娛樂性很高 娛樂性很高的玩法 好, 拿到這個 呃, 通關獎勵 對了 好了, 那就到下一個介紹 好了, 那我接下來要介紹的 這個是全員對戰 呃, 全員對戰呢 是什麼來的呢 那呢, 首先就 它有不同的規矩 才是讓你自己設的 對了 那這次, 呃, 這個全員對戰 是什麼呢 就是, 呃, 你選一隻角色 那你用完那隻角色 那你用完那隻角色 到我打下一場的時候 呃, 呃, 被選的角色 是不可以再用的 那當然CPU選的角色 也不可以再用的 就是這樣 就是你跟朋友玩的時候 可以 呃, 跟他 用那些 朋友擅長的角色 那就 令到他下一場 不能用的就是這樣 可以 很娛樂性地去玩 也都有一種戰術性 其實 看看你用哪種角色 令到對面會 減低這個性率 對 那我就 隨便去打一場 好痛啊 這個空中combo 那次是 不是那次是 好痛啊 好痛啊 召喚了一隻 召喚了一隻 呃, 我不知道做什麼 好多炸彈啊 下面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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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撞爆了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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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做不到啊 哎, 這麼好嗎 我 儲到小技了 下面有條 有條 吧 那條吧 是代表 儲到小技了 現在 剛剛儲滿了 不過呢 就 有條 無條 是代表 是代表 好痛啊 很痛啊 他的後盾很麻煩 怎麼辦呢 是這個moment 這麼快 又來個挑戰者 今次希望可以打贏他 是不是自殺了 為什麼這麼看不開 是不想跟我大叔打 為什麼這麼看不開 好了 出現了挑戰者的房間 剛才我說過的挑戰者的房間 其實我介紹得不好算嗎 好了到下一個介紹 這個超級特殊死戰 這個超級特殊死戰 其實就是在 我們平時對戰的時候都有的 是怎樣才會有呢 是打和 打和的Player 在最後出了這個結果之後 會再來多次 再多次300%之間的對戰 一下死 一下決勝負 這次要教三條命 軟弓好有你 好了 就一換一力 一下死 所以就要很細心 細心地去進行攻擊 或者進行回擊 好害怕 有空用盾 好害怕 好害怕 剛剛已經死了 再見 看看 這邊 大 但是 我們要盡力寄 到這個挑戰者房間 既然剛才敲... 是 我們要重新挑戰 好 那 我們要重新挑戰 挑戰者的隱藏角色,可以選擇角色 我先選Mario 今次希望可以打贏 即使打輸了也沒關係 其實透過時間經過可以重新挑戰 好可怕,我以為太貪心了 不要啊 這個Size Smash很成功的擊敗 好可怕,給多 PIT 原來是 好,那就到下一個了,取勝戰鬥 好了,這個是玩什麼呢? 先選一隻角色 可以讓你選擇難易度,應該是認真度 這次簡單一點,先選2 這個難易度,是不是認真度 就代表難度,不用說 那就是,它有幾個關呢? 大約6關 那就是要擊敗對手 每一次,它擊敗出來的角色都不同 都是看你選哪個角色呢? 每一隻角色都有不同的對手可以戰鬥 對 總之,立即擊敗了它,到下一關 這個認真度很低的關係,他們都不太做事 我一個後拋,就OK了 然後Round 1,成功突破到 那就是它會上升這個認真度 最高是9.9 好像是6關 好,到第2關 好痛,好痛,好痛 這次4位戰士 加起來 戰鬥,大亂鬥 好,我可以把一隻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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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 好痛 好痛 好一齊去 啊啊啊啊 好啦就算呢 你失敗也不要緊 可以用這個消費金幣去 進行這個 continue 那它認真度會減低一點 好啦 那就馬上開始 不要不要丟手 大家馬上開始 那就馬上搞定 這隻 用Gidicone 噢搞定 那就是Round 4 是不是Round 6好像 Round 6之後有Boss 之後有Boss 這個 這個模式呢 去到最後是有得打Boss 有隻Boss給你打的 那就 好痛 好了啦 剩一隻貧火龍 不是喔 PincaJu在這裡 Round 2會不會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左上角有標示 好現在變了巨大化 那就 這個輸出都高了 後拋 再來一次後拋 好 搞定 好啦 Round 5到這裡 到了這個FE軍團 左開左開 三連Q 三連Q TripleQ 一個Size Smash 其實是TripleQ 好啦來到4了 認真度已經 到了Round 6了 應該是最後一個Round 不是要打你們 那麼多隻軍團 真的要打那麼多隻 7隻好像是 不過就算了 不是太厲害了 這也是 Level 認真度還是4 然後手BGM太好了 它是神Remake 本身手BGM都已經夠神了 還要Remake 實在太好了 在這隻大亂代裡 有很多不同的遊戲 BGM都在這個遊戲裡面 有些是Remake 有些是用原版 那就大家可以聽歌 為了聽歌買這個遊戲 都不錯的選擇 還有很多不同的 對 有其他不同的遊戲的 角色都有登場 在這隻遊戲裡面 在命運那邊 大家可以 嘗試去 找一下 真的很建議大家去買 這隻大亂鬥 真是不錯 剩下三隻 對 給我一個顆 好啦 希望今次死得中 站在這個台上 讓它右邊 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搞錯 這樣也不做 嘿 嘿 好啦 Size Smash 再一個Size Smash 再一個Size Smash 搞定啦 那就 輕鬆啦 到這個BONUS GAME啦 到這個BONUS GAME啦 BONUS GAME是要 不斷去收拾這些 得分 那就當然 有些障礙物 這顆紫色是炸彈來的 這裡有些電 很危險 那 後面有 黑洞 所以我要快點去 前進 啊 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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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了生存的前進 不要來啊 黑洞 快點 快點 走啊 去 旁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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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掉異空間了 成功 走啊走啊 欸 根據你選擇的不同角色,對面的BOSS也會改變 上去也不是太多動作 盡量快點KO 這隻手都是神念的 好啦,Size Smash成功擊敗BOSS 這隻BOSS不僅如此簡單,有進行第二形態的對戰,上面有HPB出來 解放真正的實力,見到有TOMATO 回復,好痛,會不會用 也會用盾那些,當然 好痛,好痛 好痛 好痛 冷靜點,好嗎 好,成功擊敗了 GIGA COOPER BOSS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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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幅圖會前進得那麼多,你就可以知道前面有什麼 打完整個武器,它會做到這個結尾 這個結尾是以這個射擊遊戲做好一個結尾 不太介紹,大家自己去摸索一下 再按按鈕,可以滾 看見不同的MARIO 拿到不同的獎勵 這個MOMEN又來挑戰者 好,完成了 索尼克 好,又拿到不同的獎勵 我有沒有說到呢? 上集咪...咪鬥士 咪鬥士可以做一隻自己的咪 他有三種類型的,可以讓你選擇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必殺技的裝備 出去戰鬥 對打 對打呢,其實都很久 在白人對打 就要跟一百隻MIE去進行這個... 對戰,就要盡快去擊敗 因為太長的關係,所以... 就免了 這個全明星也是,很難打 這個無情對打 這個無情對打 那就...跟強力軍團 他們會不斷... 呃... 不斷搓出來的 那就要鬥打得多 其實很難的 因為你... 不是打得太多 你打打的%就已經高到... 飛街了一下就...被人... 對 好,那收藏了 收藏就有得聽歌 有得重播 看回你自己... replay那些... 記錄低的那些... 對戰 那大亂鬥知識 我之前都說過了 有什麼不明可以在這裡看回 商店就可以買回這個命運 或者買歌啊 買回那些Skin 那我建議大家買齊些歌 通關獎勵啊 戰鬥紀錄啊 對 有賣影片的 好,那線上呢 就是跟... 網上的人打啦 對啦 那...就... 我接下來會... 我馬上會搞直播的 如果有興趣... 是不是... 如果在這裡我沒有用 不算啦 呃... 就... 接下來... 呃... 都有Event 或者是... 有比賽 就是這樣啦 嗯... 我也希望大家來參與一下的 就算是... 沒有遊戲啊 沒有遊戲機... 這部Switch 或者沒有遊戲都好 都可以來參與一下 對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介紹 到此為止 應該沒有Part3的啦 對啦 有什麼不明呢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的 好 那就再見啦大家 拜拜 拜拜